镜头转到美国 由美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权威 以及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卡普兰博士等三位医生 在12月2号在白宫网站 发起的公开征集签名活动 到今天下午已经有6400多人签名支持 这项公开征集签名活动 是要求欧巴马政府调查 并且公开谴责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和其他囚犯器官的罪行 12月6号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卡翠纳兰托斯斯维特博士 也发声表示支持 卡翠纳说 针迁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通过针迁可以凝聚各方力量 来结束这个罪恶 文明国家不会允许活摘器官 这种事情发生 这三位发起签名连续活动的医学专家 在白宫网站上发表公开声明指出 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 这一几位残暴的罪行 在中国发生已经超过10年 全球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必须对其谴责 在这样的暴行面前保持沉默 则是与这样的罪行同谋 美国作为捍卫人权的世界领袖 有道德义务站出来公开发声 根据白宫网站的要求 30天内签名达到25000元 白宫必须对这一诉求 进行官方的正式答复 新唐记者综合报道